關鍵時刻 帶您迅速掌握潮流趨勢 歡迎收看財經趨勢四點零 我是趙婷玉 首先帶您看到臺灣晶圓雙雄 因為漲價利多 三號股價暴洗 台積電重回十六兆市值 而聯電股價也寫二十一年高價 外資券商預估報價漲勢 可能還沒結束 預估明年再調漲百分之六 台積電都還在評估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這個兩奈米的部分 能夠有在中科 所以我今天來也會表達 我們希望台積電 繼續投資加碼台中 那現在機會應該是很大 台積電中科十五A廠 政界代表前往參訪 更傳出台積電兩奈米最先進製成 可能坐落中科 政府力拼水電無魚 也希望民間持續擴大投資 實際上晶圓代工產業 現在真的是掌聲響起 原來繼台積電無預警上調爆價之後 南韓三星電子和Kefoundry也決定漲價 漲價幅度在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間 並在四到五個月後生效 算一算台積電 三星 聯電 革星 中芯 利基電 世界先進等七家廠商都加入漲價大軍 亞西外資預測成熟製成產能爆價 二零二二年恐怕還會再漲百分之六 最樂觀情境推估爆價如果上揚到百分之十三 台積電 聯電 世界先進 毛利率挑戰分別百分之五十四 百分之三十八與百分之四十六 推升市場行情目標價 聯電周四股價衝上六十六元 闖二十一年來歷史新高 台積電也回供六百一十四元 不管是八吋壓或十二吋晶圓廠的部分 明年跟後年這樣兩年合計會有二十九座的一個 晶圓代工廠加入建制 但是所有的產能都要到二零二三年之後 才會陸續開出來 所以它這個漲價的動作是等於有所本的 晶圓代工爆價上揚正產生連動效應 相關封測業者也提高爆價 業者分析IC設計廠壓力最大 以成熟製程為主的微控制器 驅動IC消費性電子晶片業者最受威脅 外媒稱這波半導體業漲價之後 二零二二年中斷消費產品 價格漲幅可能會相當有感 新台來電視秋天夕 沈為彤 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晶圓代工產能供不應求 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傳出價格調漲 兩成的消息 易經顯示器大廠 加世達董事長陳其鴻表示 看到這消息後睡不著覺 他認為勢必會帶動下游序長 擔心通膨會提早發生 晶圓代工產能供不應求 更接連傳出調漲的消息 易經顯示器大廠加世達董事長陳其鴻優心 勢必帶動下游序長 每一個料都來漲價 它不只有半導體漲 它樣樣都漲 特別是今年下半年 晚著明年上半年 那應該都要很小心操作 不會再像去年 再像今年說 這個整個只是說缺料而已 需求都還在那裡 很難說 不僅缺料 還有疫情 東南亞疫情持續升溫 馬來西亞也傳出 如果一處工廠出現超過三名員工確診 就必須停工兩個禮拜 依法半導體核因非零 都因此關閉工廠 陳其鴻表示現在各種變數越來越多 疫情改變需求 產業界也必須跟著調整腳步 加世達今年上半年合併營收 一千零六十九億元 每股稅後盈餘三點零一元 創十年全年新高 展望下半年 陳其鴻抱持審慎樂觀 較上半年多樂審慎 就是擔心通膨提早發生 新唐人亞太電視曾一豪 李晶晶 臺灣桃園報導 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三號舉辦 美臺半導體產業高峰論壇 聚焦全球半導體未來二十年趨勢 專家分析 臺灣和美國在半導體供應鏈上 是上下游互補 兩國合作是天作之合 半導體產業今年是前所未有強勁成長 全球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 兩度上修成長率 從百分之八點四上修到百分之十點九 更來到百分之十九點七 主要動能筆電五局HPC車用電子 PIDI董事長台中和指出 臺灣在產業中堪稱值世界之牛二 更是美中地緣政治聚焦所在 大陸上稱第三代半導體 臺灣我們叫做化合物半導體 那這個領域臺灣也是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臺灣是兵家必爭之地 我想中美競爭的核心其實是在臺灣 臺灣呢到最後我的結論就是說 臺灣是一個Total solution的provider 與全球半導體專業分工主要廠商分布來看 臺灣在代工封測領域占比過半 分別是66.5%與54.5% 美國則是垂直整合製造 還有上游的IC設計最強 恰好形成產業上下游互補特性 美國在上游是獨霸全球 臺灣在中游下游是獨霸全球 雙方正好沒有競爭 是一個天作之和優勢互補 反觀兩岸在半導體 反而是競爭大於合作 智慧物聯網 資訊安全 5G 電動車 是臺美未來合作具體方向 陳子昂也分析 數位轉型趨勢貫穿未來20年成長主軸 車用跟通訊用帶動了整個半導體 未來的發展 甚至產能不足 會到2023年 未來的數位轉型 更是會讓半導體再造下一個春天 不過產業也有隱憂 全球80%產能高度集中在亞洲 10奈米以下高階晶片 90%臺灣生產 引發歐美各國憂慮 預料過去專業分工形態將出現變化 台積電前往全球設廠可能帶來的後續影響 勢必要密切觀察 新台記者沈偉彤 臺灣台北報導 接著帶您看到這一週的財經趨勢等播 臺灣經濟研究院指出 Delta變種病毒讓全球產業供應鏈受到衝擊 反映最明顯的是電子零組建業的需求 原物料投入面等指標表現 七月電子業景氣燈號 由代表繁榮的紅燈轉為持平的綠燈 彭博社報導 博通執行長本週四表示 為了避免未來出現供過於求 決定執行供貨紀律 犧牲一些眼前的銷售成績 他說 博通可以拉高營收數字 但這意味著在錯誤的地方增加庫存 針對維珍銀河太空飛行首秀所出現的偏航問題 9月3號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宣布 已經勒令停Fast Ship 2飛船直到完成調查 PC Gamer報導 現在有一種全新電腦病毒 能夠直接在顯示卡元件上存儲 執行惡意代碼 避開主流防毒軟體的檢測 目前所知並不多 而且也無法得知這種病毒 對治安的危險性有多大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馬斯克旗下的低軌道衛星通訊信電計劃 就要來臺灣了嗎 根據平面媒體引述中華電信 董事長謝基茂的說法表示 一旦信電計劃登臺 一定會進行合作 並預估登臺的時間點將落在明年 法人指出到時候臺灣的產業鏈中 包括天線 地面接收站等零組件 有望吸引商機 太空中的低軌道衛星 提供高速低延遲的網路服務 而馬斯克推動的新唸計劃 低軌道衛星計劃來臺發展 平面媒體報導 中華電信董事長謝基茂表示 一旦新唸計劃登臺一定會合作 將負責新唸服務在臺販售 而登臺的時間點預估落在2022年 我想我們的強項就是我們有地面站 然後我們有地面上非常好的光纖系統 光纖網路 還有我們的5G的網路 我相信將來跟天上衛星的6G 是一個互相互補的關係 謝基茂表示 衛星訊號如果要講究速度和高解析度 仍得靠地面基地台 而中華電信全台擁有18000座基地台 渴望補足 法人進一步指出 到時候台灣產業鏈中 包括天線、地面接收站、PCB等零組件 有望吸引商機 目前新唸計劃已經在全球發射超過1800顆衛星 預計2027年將完成12000枚衛星的發射 在低軌道衛星市場崛起之際 不少台廠早已成為新唸計劃的供應商 而隨著未來太空市場需求爆發 台廠陸續進場卡位 低軌道衛星未來在6G的市場裡面 其實會扮演一定程度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那台灣其實在過去的這個網通設備 或者相關的電子營組件 其實都有很好的一個基礎 再加上現在在這個美中科技站的一個背景之下 其實台灣廠商其實會變成是這個 整個美國供應商的一個相關的一個首選 台灣的廠商在這個部分比較不會有資訊安全的一個擬立 先前就有消息釋出 新唸計劃早早就來台灣探路 與主管機關NCC和中華電信等業者接觸 未來一旦新唸計劃全面展開 將為通訊市場帶來新一波革命 新唐人雅特電視趙藤玉高尖倫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電動車將進入黃金10年2030年銷量 預估上修23%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全球電動車市場需求快速成長 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上調全球電動車的總銷量 2030年銷量預估上修23%來到3200萬輛 看好電動車將邁入黃金10年 隨著歐美政府明定禁售燃油車的時程後 電動車產業前景持續被看好 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上調全球電動車的總銷量 2025年銷量預估上修30%來到1300萬輛 2030年上修23%至3200萬輛 看好電動車將賣入黃金10年 這就是很快的動作 這是一個很快的動作市場 這是一個很興奮的混合 新興奮和傳統的製造工資料 這就是很多方式的供應 而不是消費者 電動車的態度是 你期待在年來的強大增 而不是今天 基金經理人尤凱惠指出 受到疫情衝擊 半導體產業缺工缺料情況嚴峻 不過市場對電動車的需求 卻絲毫未減 不僅去年銷量令市年增長超過40% 今年上半年銷售量更出現爆炸性增長 160% 需求增幅超出預期 同時預示電動車長限10年到20年 將迎來百兆商機已經悄然進行 如果我們看待在10至15年 你可能會看更多改變 在自動工業業 比我們前100年都看見 隨著全球近期接連爆出 車用晶片荒與電池荒 凸顯電動車需求殷切 相關供應鏈獲利與股價 未來有望水漲船高 大廠仁寶舉行股東會 看好今年業績將持續成長 未來對5G 半導體 醫療與車用電子加大投資力度 至於缺料問題是否影響 第三季筆電出貨 仁寶表示 目前積極備料 評估影響在控制範圍 仁寶舉行股東會董事長許勝雄報告中表示 除了筆電外 也增加伺服器 人工智慧等非筆電項目 仁寶二零二零二零年合併營收約新台幣1.05兆元 年增7% 整體5C相關電子產品的總出貨量達到1.05億台 年增14% 針對目前缺料問題 仁寶表示 第三季筆電出貨寄增雙位數以及全年出貨雙位數 年增的目標不變 我們當然是絕對受影響 但是呢 看起來我們還沒有影響到喘不夠氣來 長短料的問題不產生 你未來需要有比較多的報費 所以得是借借可能大家要去小心的 應該明年出 應該大部分的這個半導體 大概可以舒緩了吧 仁寶預期車電業務 今年渴望成長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金額逼近百億大關 日前宣布收購集團泰金堡美國廠 因應客戶需求 快速提升車電佈局 人保總經理汪宗斌指出 儘管歐美等市場仍受到疫情影響 但預期人保今年業績有望較去年成長 未來對5G 半導體智慧醫療車電領域投資 會加大力道 新唐人亞太電視持千里張元廷 臺灣臺北採訪報導 外媒報導美國拜登政府有意批准華為採購汽車晶片 由於涉及長達兩年的貿易管制清單 格外引起業界關注 專家研判美國可能在不涉及國安領域放行部分車用晶片 但是關鍵半導體設備領域 5G 通訊等範圍不會放鬆 華為宣傳砸下10億美金 投入研發自駕電動車 今年4月早上車廠 宣傳旗下自動駕駛系統 還有電動車布局 外媒報導 美國拜登政府有意放行華為購買汽車晶片 尤其證明阿富汗事件當下格外敏感 2019年開始 華為被列入實體管制清單 美國商務部重申 對華為政策立場並未鬆綁或修正 資深產業分析師柴幻星 觀察拜登政府對中有三部政策 圍堵中共在地緣政治優勢 台海南海問題 還有高科技領域上圍堵中共 研判關鍵領域 包括HPC 5G 不會輕易放手 我認為美國還是會要求荷蘭的S-More公司 不能將半導體設備輸出給中國大陸 經緣代工的部分的話 應該也還會加以持續管制 其次就是手機晶片 還有伺服器相關的東西 應該在這些部分 美國應該也不會輕易地浪步 華為因為晶片耗盡 新款手機竟然只能運作4G功能 2021年上半年 華為營收3204億人民幣 比去年同期衰退29.4% 5年來首度營收萎縮 高層將資源轉向汽車業務 試圖以國企身份擔任電動車標杆企業 找上比亞迪吉利廣企長城合作 但能否殺出重圍 還很難說 中盟 日本 還有美國的車廠的話 原則上恐怕也不會跟所謂的中國大陸這些系統廠商 進行進一步的合作 而且彼此的信任度 還有就是說在過去當中也沒任何的合作經驗 可預見的五年當中 要取得相對應的良好成績還是有相當的困難 車用電子關鍵的IGBT 也就是絕緣炸雙極電晶鐵 目前中國多達90%仰賴海外進口 五年內華為預料依舊難以撼動 全球主要競爭對手地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美中貿易戰框架下 中共當局試圖達成半導體自給自足 專攻新能源汽車領域 走向值得產業界高度關注 新唐人雅的電視沈維彤 台灣台北報導 接下來帶您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第四節 蘋果供應鏈之一的中國廠 立訊精密 近期傳出 代工的Apple Watch 沒有通過蘋果檢驗而遭退貨 甚至大量裁員 股價文訊大跌 儘管立訊已經在本週一 曾經傳聞 不過股價依然走低 紅色供應鏈傳出重大風波 陸媒報導稱立訊精密 代工蘋果手錶不合格 遭到退貨 更傳出立訊江蘇加善工廠大量裁員 今晚官方出面駁斥市場說法 強調並非事實 但止不住投資憂慮 30日立訊精密大跌6% 市值蒸發160億人民幣 31日跌勢依舊難止 就連大陸網友都質疑 立訊一年來暴跌近40% 難道真的玩不動了 媒體報導早在今年7月下旬 業績就傳出立訊Apple Watch S7 沒通過蘋果驗證 主要是因為新手錶邊框 以及偶類機構件設計有誤 蘋果目前重新設計該產品 但沒有罰款和退貨問題 不過可能導致Apple Watch S7 初期上市產量不足 甚至延後開賣 當然短期的部分 假如蘋果希望如期的來做一個上市的話 那它確實它會增加台廠的訂單的部分 今年其實我們都普遍遇到是長短料的問題 所以到底會不會有實質的這個轉單 我覺得是可以預期 但是轉單的量跟時間的長短的話 這個真的就要去後續的觀察 立訊目前是Apple Watch S7最大組裝廠 訂單就占了4成以上 是否轉由第二 第三組裝廠 鴻海人保持下 還得觀察 專家指出 蘋果今年明顯有意扶持 中國大陸在地供應鏈 中場機訂單 陸期代工比重 可能還是會持續增加 新打來的電視 陳惠謀 審惠同 臺灣 台北報導 歡迎回來 科技大廠競箱投入自研晶片 日媒報導 Google也正在開發自家中央處理器晶片 將運用在筆電盒平板上 預計二零二三年推出 不過投入自研晶片費用高昂 專家透露了 如果是使用最先進的五奈米製程 光是設計一款晶片 成本就高達五億美元 即使是使用二十八奈米成熟製程 也要五千萬美元 後續還有待觀察 Google繼八月推出Pixel 5a手機後 首款搭載自家晶片的旗艦機Pixel 6 將在秋季發表 中國科技部落客爆料 Google計畫在蘋果新iPhone發表會前一天 也就是九月十三日發表新機 較勁異味濃厚 今天 我很興奮表明TPU V4 一個V4支援有400096V4支援 每支援有10x的接觸器 每支援有10x的接觸器 比任何其他接觸器技術 不僅手機晶片 根據日經新聞報導 Google正在開發自家中央處理器晶片 預定2023年推出 採用在Chromebook和平板電腦 據傳以積極向高通 英特爾 聯發科等傳統晶片廠挖角技術人才 報導指出 蘋果成功開發自己的關鍵半導體 並取代英特爾處理器 讓Google深受啟發 報導也指出 Google越來越專注於開發自己的晶片 因為全球競爭對手正在採取類似的策略 來區分他們的產品 包括亞馬遜 Facebook 微軟 特斯拉 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團 都在信箱打造自己的半導體 為他們的雲服務和電子產品提供動力 蘋果持續研發下世代晶片 名稱暫定為M2 再次與台積電合作 採用4奈米製程工藝 性能將比前身更為強大 分析師推測 新款M2晶片 可能運用在明年中亮相的MacBook Air產品上 新唐雅特電視李晶晶綜合報導 好 帶您看到下週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9月8後日本公布第二季GDP 9月9後歐洲央行公布利率決議 9月9號洪海攜手CME舉辦論壇 探討第三代半導體 9月10號台積電參加德意志銀行 舉辦的線上法說會 謝謝您收看這一週的財經趨勢4.0 我是趙婷玉 我們下週再見 1216.0 1218.0 2218.0 3209.0 1218.8 3208.0